滿臉醉意 指著遠景大聲咆哮 另一名朋友趕緊伸出手 拍拍對方肩膀安撫情緒 似乎知道警方在場 還是安分一點好 近二十名警力包圍巷口 不時傳出九顆叫囂聲 十三號凌晨四點多 台北西門町鬧區傳出打架糾紛 警方出動快打部隊到場 立刻將鬧事一群人通通帶回派出所 民眾被高分貝的吵鬧聲 吵醒打電話報案 警方到場才發現原來是消費糾紛 當時四名男子消費完畢 準備買單 店家告訴他們消費金額 一共兩千元 沒想到對方覺得不合理 吃帳要兩千塊 未免太貴了吧 質疑店家帳單灌水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結帳的時候 跟卡拉OK的員工發生爭執 那走出大門時 將門口外面的散筒 往門旁丟直 進而跟員工發生大聲的爭吵 這間卡拉OK小吃店 位於西門漢口街二段 酒客消費喝茫了 嫌店家東西賣太貴 是不是趁機灌水 想占他們便宜 情緒一時失控 砸三桶泄糞 事後酒醒直到自己 闖下大禍 和店家道歉和解 但酒後醜態已經全被拍了下來 記者 小立場坦克萌 台北裁縫報導